哈哈哈哈哈哈 完全是这样子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没几 哈哈哈 没几 嗨 欢迎来到 PB High Fun 耶 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 出柜53 出柜321 14561069 哈哈哈哈 啪啪碰碰 两位主持人有没有出柜呢 自己就会主持人 我有出柜你呢 我有出柜你呢 好 这集就到这边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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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为什么要出柜啊 就莫 莫 莫名其妙 就是那时候很跟流行 活动的时候 大家不是很蜂蜜 就说 啊 他喜欢男生欸 然后又变成蜂蜜 哈哈哈 他喜欢男生欸 我们欺负他 不是应该这样吗 没有 那时候就是很蜂蜜 就说 啊 他是男生欸 就说什么叫 所以是一个很潮的 对 很潮 不是童年代吗 是啊 但是那时候只要说他是gay 或是说我喜欢男生 你只要大房桌子 他就会弄成那种 那种 崇拜你 很像 我那时候大学我是神经病 只是不敢靠近我 因为怕被我杀掉之类的 所以我是连续杀人猫 哈哈哈 所以你是大学才出柜 没有我就是因为我太娘了 所以大家就是直接假设我是男同学这样 但是因为我又很吵很疯 所以他们也怕被我杀掉 所以也不太敢欺负 觉得这个人会杀人 形象是多差 哈哈哈 耶呼呼 啊哈哈哈 这样子 欸真的会被吓到 然后高中其实很多人很冷静 所以看到这样的人会害怕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已经真的是被吓到 因为我们以前喜欢三娘 就只是就是 饶娘 你就是有点 我是会就是像那个 小丑杀人魔在追杀人家的那种笑声 那真的是恐怖 他们会吓到 OK 这也是一个保护色嘛 保护自己不会霸凌 所以那时候是紧出来的吗 没有 就是那时候就是 在洗脏 年轻 气盛 所以就是如果你怕被霸凌的话 假装自己是 是疯子 假装自己是女生 我有跟我妈面对面讲 可是那个时候的契机是 我去澳洲之前 我去澳洲旅游打工之前 那时候我们在弄签证啊 找住宿啊 他就是在烦说 儿子要去澳洲担心 所以出柜这种事反而变小事 因为出柜 没有一个及时问题 妈妈还觉得可以感化 对对 妈妈就是 我妈妈别再念我 比较怕儿子去海外被杀掉 什么事情 其实杀了 宋伟头男同性恋这件事 反而他觉得还好 所以我算是一个策略性的出柜 因为我知道他那时候在最烦的事 是在烦我澳洲的安全 那你这样澳洲回来 他就在烦你男同子这件事了 他就是一直抱着一个 呃 你可以捕捲 抱着一个就是 你不要那么设限自己 对未来的事情很难说这种态度 但是我是想说这就是他长辈的 内化的方式 那我跟我家人就是 本身就不熟 所以也没有什么出不出柜的原因 你知道你妈叫什么字吗 我还记得 因为我单亲 也不会有这些压力 反正他们就是交了我Facebook 看到我跟男生然后变妆 所以就是也不用讲了 对 就毕竟也是做了一番事业 还可以 还可以 有 都有按我赞 都有按我赞 可是我觉得有的都会赞 就觉得你是同志 你是LGBT 那你在别的地方一定要完美 才不会就是 都已经这个 你就是已经在性情向这边 就是愧对我们家了 那你就是可能就是要赚大钱 对 要方中要出 你不能是杀人魔 你不能是就是很没用的人 对 你就是要活得很正面 很正向 很乐观 你都已经是男同志了 你怎么可以不就是 发明Facebook呢 之类的 你怎么可以不用去当CEO呢 对 你怎么不开发iPhone呢 对 然后就会觉得 好累 我们都已经够累了 然后还要这么逼我们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 就是可以当平凡人也没有关系 对 跟你的 所以跟性情相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你没有像我们这么光鲜亮丽 It's OK 哈哈哈 确实是要攻击大家 叫大家准备 不要一直想猪头 就是 对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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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觉得甚至很多同志会自己这样想 就是 我已经是男同志了 那我一定要做到面面俱到 给自己很多压力说 我一定要孝顺 我一定要有一个好工作 对 就是 行的证什么的 大部分的杀人魔都还是异性恋啊 所有的罪犯都是异性恋人比例比较不高 因为异性恋本来就比较多 所以坏的已经他们都做完了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多压力 怎么变得很奇怪的推广 所以我们应该坏到底 我坏给你看 出柜前要注意什么 你觉得 调查好你想要跟谁出柜 然后那些人是否有心脏 可以承受到你出柜这个事实 还有他们的态度 对 对LGBT的态度 万一你父母就 已经有在一下暗示说 哎你老板要穿新姨哦 你老板要怎样怎样的 睡觉都穿爱家公投的那个背心啊 但就真的不能出柜 其实他就是可以靠公通嘛 我觉得就是 出柜的话就是看自己的经济情况 如果就是 真的被断绝关系 对 抛家弃职 你也不会饿死的话 然后你有觉得出柜这件事情比 跟家人的关系重要的话 那你就出柜吧 但是如果你就是 可能立刻会被赶出家门 明天不知道哪里吃下一口饭的话 还是以生存为重 有的人可能是觉得 哎我死了也没关系 那你就出柜 对 所以你就是要衡量一些先后的顺序 就是生存通常摆第一嘛 那有的人生存是摆后面 然后出败摆第一 那就没有关系 因为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本来就不一样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衡量 你的手上的牌 有几张好牌怎么打这样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要先出柜 没有我没有听 没有看到有人举手 OK 如果可以出柜的话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出柜 因为越多人出柜就代表 这些LGBT就是无所谓 很平常的心 就是没有那么特别 You're not special you know 哈哈哈 是不是想推谁说 You're an ordinary girl Ordinary boy Ordinary person Ordinary... Anything You Whatever 如果可以出柜 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出柜 而且 因为出柜之后就是一种很轻松嘛 就是 我都讲咯 就是你不要在那里 在猜咯 但现在应该没有人会在猜的吧 可能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吧 因为我就是 一眼望穿就是男同学 很明显 Gay star 我不懂那种 人家在猜测你 性情上的爱情 所以就是大方出柜 关于出柜这件话题 还有什么东西想要聊的 想要问的 都欢迎 私讯女神下午茶 不要来问我 或者在影片下面留言 OK OK 可以 出柜导师 好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那今天这集就这样子咯 希望大家出柜愉快 出柜 有一个快乐的出柜体验 有一个出柜的很快的柜 大家出柜 白书 你应该看到我 开启小铃铛 明确 请